穿梭在都市這輛複合式電動車 能夠享有電動車駕馭體驗 同時兼顧長城續航力甩開已成焦慮 日本油電車從日本夯到台灣技術純熟 但對於純電車商來說 確實一大挑戰 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很有感 在法社會上直言 特斯拉在日本市占率極低 原因恐怕就出在這 日本本土產業所生產的 這種混合動力的能源 新能源車輛 也算是綠能車輛的一種 大眾的消費者而言 他寧可去選擇自己國家製造車 第一個有補貼 有政策上的一個保護 那他可以時時刻刻維持 換新車的一個這個狀態 專家分析 畢竟日本過去靠著油電混合系統 遙遙領先 當地車商不願放棄這種主場優勢 再加上日本充電機械發展緩慢 相較之下 中國逆勢崛起 成了電動車生產大國 看似風光 但其實中國電動車 整體利潤卻少得可憐 生產一輛車只賺1.6萬元台幣 與Toyota 福斯等車廠相比 根本相差甚遠 長城汽車的單車平均收入 為14.09萬元 單車利潤3804元 綠電時代新年源電動車增長 速度雖然快 但卻處於高虧損狀態 也難怪才剛宣布 希望把超過64萬輛車 全改成電動車的美國 卻收到近5000家機銷商反彈聲浪 希望停止不切實際的電動車策略 在成本 充電裝等挑戰下 全電車普及化 恐怕難以一蹴可擊 三區文章體小勒父子綜合報導 綜合報導